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个自动控制课的课堂。 我的名字叫赵千川,我是清华大学自动化系的老师。 那么非常高兴今天跟大家能够有机会认识,并且我们一起来学习自动控制原理。 那么我们今天介绍的自动控制原理的部分是延续经典控制的内容, 那么是现代控制理论的基本的原理。 在介绍我们的课程具体开始的这个内容之前呢, 我们首先先简要的回顾一下自动控制理论发展的历史。 那么如我们的这个课件上给大家展示的, 我们把这个控制呢,分成经典控制理论,也称为第一代控制理论。 那么它的源起呢,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 那么以三项主要的研究成果为标志。 第一项呢,是1932年由奈奎斯特提出的关于反馈放大气稳定的一个结果。 那么这是在基于ATMT, 奈奎斯特先生呢,作为他的这个电信工程师, 中间解决这个长途电话传输当中信号稳定性, 所发明的这样一个稳定性的判据。 那么第二项成果呢,是20世纪四十年代, 由波德也有翻译成波特。 那么先生呢,引入的相对于对数频率的对数增益图和线性相位图, 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常用的这个波特图。 这相信大家都在经典评语理论里边都已经学过了。 那么这个波特图呢,也是从工程的背景出发, 那么提出来的一种非常实用, 而且适合于用图解法来进行操作的这样的一套分析和设计理论。 那么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经典控制理论的基本成果呢, 是1948年由Avans或者叫Avans提出的这个跟轨计方法。 那么它是研究,当我们的开环对象的增益变化的时候, 闭环系统它的这个特征值或者叫它的这个极点, 发生移动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普平面上的这个基本的规律的图。 那么这样一个跟轨计的方法呢, 也是可以用来进行闭环系统的分析和设计。 那么这三项成果呢,奠定了第一代控制理论, 也就是经典控制理论的基础。 那么它是面向这个单输入,单输出这个通道的传递函数对象, 然后做频域的分析和综合的有利工具。 那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呢, 经典的控制理论得到了很大的成功。 其中呢, 由自动跟踪和自动控制功能这样的设计出来的这个雷达火炮系统和自动控制功能的这个威尔火箭等等呢, 都在军事上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 那么也是对整个这个战争的进程呢, 产生了影响。 那么1948年, 美国的数学家维纳发表了著名的控制论, Sabnetics。 维纳将控制论呢, 界定为在动物和机器中的控制与通信的科学。 由于书中将动物与人相提并论, 遭到了这个哲学家的这个强烈的反对啊, 那么当时呢, 还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而维纳本人呢, 他是这个, 一位大家都知道是MIT的一位数学家, 所以他讨论的一些问题呢, 偏重于哲学。 而1954年, 由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先生, 在美国出版了工程控制论, 叫Engineering Cibnetics一书。 这本书呢, 对控制理论的研究和发展呢, 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特别是系统性的引入, 怎么从工程问题的解决当中, 采用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第一代控制理论, 来进行这个指导和分析设计, 那么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也因此呢, 是一个标志性的成果, 使得这个控制变成了一门科学, 一门这个技术科学。 那么, 它的主要特点呢, 我们刚才讲到了第一代控制理论特点, 大家在学习经典控制理论的时候呢, 相信都有体会。 第一个呢, 它的主要内容是以单变量控制与调节为主要内容, 我刚才也讲到了, 是单输入单输出的这样的这个控制对象, 那么主要的目标呢, 是要解决这单一输出系统, 怎么样能够比如说稳定在某一个位置, 或者说跟踪一个给定的输入, 等等这类问题。 那么它所采用的工具呢, 主要是刚才提到的跟轨技法和Nexter这个, 还有波特图这样的频率响应方法。 主要的数学模型呢, 是以高级微温方程, 或者是传递函数, 作为它的主要描述数学的这个对象。 优点就是它在工程上使用性强, 方法简单, 概念清楚, 便于计算, 比如说它的概念像零点几点啊, 是有非常直观的物理含义, 那么在多数情况底下呢, 我们就可以根据系统的固有特征, 包括做一些这个简单的分析, 就能够把这些主要的这个影响系统的动态静态的稳定性, 动态静态的这个性能指标呢, 都可以分析出来, 那么非常方便于在工程上进行实践和操作。 另外它的这个模型建立呢, 由于它是关心的是输入输出的这样的模型, 所以呢, 也是在这个建立起来比较容易, 比如说可以通过这个系统辨识的方法, 黑箱模型, 那么只要加上一个激励得到性能的输出, 就可以根据输入输出的关系来进行这个建模, 但是它也有一些局限性, 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要发展出现代控制理论的一些重要的原因, 比如说在建立输入输出关系, 也就是传递函数或者高阶微方程的这个基础上, 那么做的这个经典控制理论呢, 它只知道输入和输出的关系, 对系统内部就是说这个变化影响还是不是很了解, 也就是说它不能够全面的了解系统完整的运动状态, 也就是包括输出输出的关系和它内部的运动状态, 而在这个工程上呢, 这个比如说根轨技法和频率法这两个主要的工具呢, 它有一些近似性, 那么这些近似的结果呢, 就是尤其是在做综合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呢, 实际上它的这个要有一些依赖于经验, 那么这些依赖于经验的话, 一个就是说因人而异, 那么可能一致性比较差, 有经验的设计出来系统就非常好, 那么可能刚刚上手的它做这个分析或者是综合就相对要稍微这个困难一些, 还有就是说这个它对于这个比较复杂的情况, 像这个多输入多输出系统的话, 那么由于这个传递函数就从单一的单变量的有理分式变成了一个有理分式矩阵, 那么在做这个根轨技或者是在做这个频率分析的时候呢, 那么这个多辅变量的这个分析实际上就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单一的辅平面了, 那么这个分析起来就非常复杂, 至今为止呢, 人们其实也做过很多努力, 就是说希望能够把单变量的这个频率方法, 像根轨技啊, 像这个波特图啊, 这些方法想推广到多输入多输出的系统, 但是发现相应的这个普遍函数理论作为它的技术的支撑的话, 那么得到的这个这个极点随着增益的变化, 就变得非常复杂, 那么甚至有的时候还不能够得到一些这个非常明确的结论,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经典的频率理论, 第一代的控制理论呢, 它基本上停留在这个单变量为主要的这个处理对象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阶段, 那么虽然在单变量的系统控制当中呢, 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但是对于多变量的这样的多输入多输出的系统呢, 相应的这个结论就比较少, 当然后期呢, 我们说又在我们这门课要介绍的这个现代控制理论部分呢, 会介绍到怎么样来处理多输入多输出这样的系统,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引入新的工具是必要的, 而且呢, 这种新的工具呢, 从它的处理能力来要远远优越于这个单变量的这种有理分饰的输入输出描述, 当然呢, 各种方法它都有各自的优缺点了, 我们下边就要来介绍一下这个第二代的控制理论, 也就是我们现在要这个接下来要认真主要来学习的内容, 而现在控制理论呢, 是在上世纪这个五十年代末逐渐形成并快速发展的一门新兴的这个学科分支, 它的诞生呢, 也是在工程实践的需求驱动下, 而且随着技术的进步, 理论的发展, 特别是这个文文方程组的这个理论啊, 它的发展互相影响的底下形成的这个结果, 那么我们说第一个, 它的这个现代控制理论, 它也是从工程上出发需要设计, 比如说要分析设计高质量, 大型的复杂控制系统这个需求, 特别是像这个多数多数的系统, 它比单面量的更加复杂, 而且它的要求可能更高, 像我们说, 大家都知道在上世纪这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这个军备竞赛, 特别是在太空当中的这个美苏的这个竞争, 是非常激烈, 那么需要高精尖的这个控制, 那么我们说呢, 在比如说这个航天方面, 由于这个燃料非常昂贵, 所以大家的控制呢, 需要不但要考虑到这个误差要小, 而且这个控制代价要小, 所以这就引出来呢, 更高质量的这样的控制, 实际上呢, 就应运而生了, 这样的一个要求呢, 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完全新的挑战, 因为在贫义理论里头, 一般呢, 没法做这种所谓的最优控制, 所以这是工程上的一个要求, 这些要求可以概括为总的来说两个字, 一个是质量高, 一个是这个规模大, 那么刚才也提到了, 这个苏联的人造卫星, 美国的阿波罗登月等等, 都需要新的控制理论来支撑, 那么在技术上呢, 要发展这样的多变量控制理论, 而且要在它的这个实现上, 就是从技术层面, 能够把这些控制器, 控制规律给实现出来, 也需要更复杂的一个, 所谓的软硬件的平台, 那我们知道, 在这个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 这个电子数字计算机呢, 成为它发展的一个非常大的驱动力, 是现代控制理论中的核心的这个部件, 而计算机在这个现代控制理论分析设计当中呢, 被广泛的采用, 用来做数字仿真, 计算机辅助设计等等, 包括它的这个近似的求解, 那么也就是说呢, 我们在这门课我们也可以看到, 有很多的分析的算法, 实际上是要依赖于这个数值解的解法, 对于一个稍微复杂一点的控制对象, 那么就需要进行这个, 进行一些这个计算机的这个数值的计算, 而这些做计算机的数值计算, 那我们可以想象, 对于我们的数字计算机来说非常容易, 现在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比如说很多计算机辅助软件, 像Metalab啊, SciLab啊, Mathematica这些, 它实际上都可以做非常复杂的这个工程数值的计算, 也是很有利的这个分析和设计工具, 但是呢, 大家可以想象, 在计算机这个数值计算机出来之前呢, 人们所采用的计算平台, 实际上是以模拟计算机为主, 模拟计算机是用分离器件, 顶多加上运放给它搭成的这个模块化电路, 那么这类电路呢, 实际上它在做比较复杂的数值计算的时候就遇到困难, 那么我们也说呢, 之所以谈到就是说技术上这个条件是可行的,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是我们这个控制科学一个很大的特点, 它是一门技术性的科学, 那么它依赖于我们当前, 这个比如说计算啊, 通信啊, 还有这个, 呃, 我们的这个控制所采用的这个技术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进展的程度, 那么相应的要有合适的这个控制理论, 所以我们从这个第二代控制理论产生技术平台角度呢, 也可以看到, 就是说, 呃, 要发展或者研究这个控制, 实际上它是离不开一些工程还有技术的先决条件的, 啊, 那么我们再说一下, 就是在这个现在, 呃, 控制理论, 也就是第二代控制理论, 它的这个发展, 实际上呢, 也是在这个有基础的, 是以已经相对成熟的这个经典的控制理论, 作为它的基础, 人们对于单变量的系统, 它如何来分析设计, 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 再加上近代的这个应用数学的发展, 又为它提供了强大的这个技术支撑和保障, 那么在五六十年代, 呃, 这个应用数学, 它有一些很重要的突破, 比如说五八年, 原来苏联的这个庞德里亚金, 它提出了这个解决最佳控制问题的极大值原理, 这实际上是范含分析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 那么对于这个技术, 或者说应用来说指导性非常强, 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像这种航天当中, 对这个燃料的这个控制, 或者时间的精度的这个控制, 有非常高的要求的时候, 那么就需要理论来指导, 那么简单的依赖于一些经验啊, 依赖于一些启发式的方法来做的这种设计, 显然就不能够满足这个, 这么高的要求。 那么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突破, 是在1960年的时候, 美国的这个学者, 卡尔曼先生, 他呢提出来这个最佳线性最小方差地推滤波, 这个现在呢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字, 是以他本人的名字命名的, 叫卡尔曼滤波, 那么这个卡尔曼滤波呢, 大家可能, 呃, 有的同学可能听说过, 有的同学可能觉得这个是个什么什么什么概念, 那我这简单的讲一两句, 那么你就知道, 实际上它是跟我们日常生活有非常紧密的联系,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在开车, 对吧, 我们在马路上开车, 我们都有所谓的语音导航啊, GPS导航, 大家知道不知道, 实际上这个GPS导航这套系统, 它最核心的算法, 就是这个卡尔曼滤波, 那说的简单一点, 就是说它根据这个卫星提供的这个距离信号, 然后做这个呃, 这个最小方差的处理, 那么能够呢, 不断的改进这个估计的精度, 而来估计我们的车辆, 那么前进的方向, 以及它前进的速度, 这样的一个应用, 大家想, 呃, 我们可以知道, 对我们的日常生活来说, 有非常广泛的应用, 也是一个极其重要和基本的发现, 所以正因为这个原因呢, 卡尔曼滤波也是得到了工程界广泛的认可, 这也是非常, 我们非常自豪的, 就是现代控制理论里边, 一个非常基本的结果, 那么卡尔曼因此而获得了, 呃, 这个追破大奖, 这是工程上有这个诺贝尔奖之称的, 这样一个非常有名的工程的成就奖, 呃, 我想呢, 也是实至名归, 那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 当我们学到关于这个能控能观的概念的时候, 大家就会了解到, 这个, 呃, 我们说卡尔曼滤波的基本概念呢, 是在这个能控能观的基础上, 呃, 呃, 这个提出来的, 那么同年呢, 卡尔曼滤波, 呃, 这个就是说提出者, 卡尔曼先生呢, 还提出了这个可控可观, 也称为能控能管我们中文翻译啊, 呃, 这样两个概念, 实际上它也是在我们这个第二代控制理论, 也就是现在控制理论里头起到非常基本核心的概念, 因为它能够把我们的输入状态和输出, 就是也就是状态, 就是系统内部的这个动态过程呢, 能够联系起来, 并且说清楚, 在什么条件下, 我们的输入能够完全的, 呃, 决定内部的状态的演化过程, 那么什么情况下, 我们根据输出能够完全推测, 系统内部的状态变化过程, 而基于这些概念呢, 我们可以有非常系统和完整的, 这个,呃, 现代控制里边的反馈控制设计方法, 那么我们也会在后边的内容里头讲到, 还有一项重要的成果是,呃, 刚才提到这个美国的这个也是美国的学者, 贝尔曼他在1957年提出了这个动态规划算法, 呃, 并且呢, 在50年代后期, 他提出了状态变量方法, 这个状态变量法正是我们,呃, 接下来要学习的这个现代控制理论所采用的基本的数学模型, 也就是这个状态方程和这个输出方程构成的状态空间描述方法, 呃,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归功于这个贝尔曼等人, 他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论上的总结, 而在其中呢, 所引入的这个状态空间的概念, 应该说是系统性的奠定了, 呃, 现代控制理论的基础, 在1960年, 美国自动控制第一届联合年会上, 呃, 首先提出了现代控制理论这个名词, 从此诞生了就是第二代控制理论, 那么它的这个特点呢, 是以多倍量控制, 自由控制作为它的主要内容, 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 说经典的控制理论是以单变量, 并且是基于经验的这样的设计方法呢,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从它的复杂性, 呃, 到它的这个, 呃, 控制的这个质量都有很大的提升, 那么采用的方法呢, 我们也把它称为食欲方法, 以状态方程作为它的数学模型, 呃, 它的优点呢, 当然很明确, 是适用性强, 描述线性或非线性, 长系数或者是这个变系数系统, 集中参数, 甚至是分布参数, 呃, 状态方程都能够进行描述, 它引入了系统的内部输入输出这样的关联关系, 所以它呢, 能够描述系统的完整或者叫全部的运动状态, 那么当然是任何一个方法, 它都有它的局限性, 我们在这个学习当中呢, 也特别要注意, 就是说, 呃, 如何来了解我们任何一个知识, 一个概念, 它适用的范围, 那么它的缺点呢, 状态方程呢, 它这个模型啊, 它的这个物理直观性比较差一些, 模型的结构和参数的这个物理概念不是特别的明确, 不像我们说在这个传练函数里边, 我们的那些面积点都有非常鲜明的物理意义啊, 直接和我们的这个模型的这个分子分布多项式就关联起来了, 但是呢, 我们说在状态空间模型的描述里头, 它有一些参数矩阵, 而这些参数矩阵, 你没办法直接看出来, 就像它的一些结构性质, 比如说就是零点几点这些内容啊, 这个呢, 可能就影响到我们说在分析啊, 特别是我们在决定这个, 整体的一些这个架构, 就是控制系统的架构的时候, 可能会带来一定的限制, 包括它的模型参数怎么样来确定, 这个都有一定的影响, 好, 现在控制理论呢, 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 垫基并且呢, 逐渐完善起来的, 随着我们说这个社会的进步, 也是在需求的驱动, 这个技术的进步和理论发展这几个方面推动下呢, 又在七十年代,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呢, 形成了这个大系统理论和智能控制理论的, 为核心的这个第三代控制理论, 这个理论呢, 它的这个主要的特点是, 控制呢, 向着广度和深度不断的发展, 那么大系统特别的指, 是个规模大, 变量多, 而且有的时候成一些分布的特色, 那么它是要把状态方程和代表方程结合起来, 那么还要综合运用状态空间和运筹学的相应的方法, 主要研究这个稳定性最优性模型极其模型降阶等等这些问题, 那么智能控制呢, 它是希望在这个控制的这个思路上能够进一步的拓宽, 是把这个仿人的或者叫人工智能的控制, 和这个信息处理呢, 结合起来的这样的系统, 它最典型的就是智能机器人的出现, 发展到这个阶段呢, 实际上呢, 也是除了我们说需求以外, 还有就是多个学科相互交叉融合, 那么影响更加的广泛, 当然呢, 这个难度, 理论的突破的难度, 也就更加的这个有挑战性, 但是呢, 我们说也已经开始有一些这个很好的应用, 那么系统科学家呢, 从50年代中期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个多学科交叉融合一个本源的动力呢, 是从研究人工智能的这个一些进展开始, 人工智能它主要目标呢, 是研究用这个计算机来实现某种智能行为, 以及研究用计算机来模拟人的思维功能, 从而实现智能的行为, 比如说, 我们说特别有名的, 在1997年的时候, 有这个IBM公司研制出来的一台电脑, 它这个叫深蓝电脑, 和这个国际象棋大师卡斯帕罗夫呢, 有一个对局, 最后呢, 居然战胜了这个人类的这个国际象棋顶级大师, 所以这个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实现了就是说, 早晚有一天这个智能机器可能在某方面, 特别是能够超越人的这个智能, 实际上我们如果想一下当代的这个搜索引擎, 像这个百度百科呀, Google啊, 他们在这个搜索和记忆能力方面, 我想已经远远超过我们某一个个人, 比如说百科全书甚至的这个范围, 这也就是说体现出来机器和人的这个智能的融合, 那么可以推动我们说技术的进步, 另外呢, 就是控制论, 这个在这个人工智能的基础上, 它的这个发展, 也是特别随着计算机的发展, 有了广泛的应用, 我们知道人工智能在计算机的这个技术的发展的推动下呢, 有很大的这个起飞, 那么这个智能控制, 现在已经有很多的这个, 每年都有很多的这个学者, 发表相关的论文, 包括这个智能控制学术会议, 也是都是每年都有, 成为这个自动化领域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国际性的会议, 那我国著名科学家, 钱学森呢, 把这个系统的研究领域, 推广到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范畴, 这个应该说呢, 无论是在思想上, 还是在这个, 甚至哲学的层面, 都已经远远超过了, 我们说传统的控制对象, 即使是我们说这个大系统, 也超过了这个范围,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实际上他把地理信息系统, 环境社会, 尤其是这个人脑和人体等等, 这样的复杂的系统, 都包括在这个复杂巨系统的研究范围之内, 特别是在1990年, 钱学森先生提炼出来了, 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的这个方法, 是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方法, 这个呢, 应该说是在, 无论是在控制理论, 还是在这个系统工程和哲学领域, 都是一个创举, 那么影响非常大, 而且对我们的国家的这个, 高层的这个决策, 也形成了很多, 这个非常有应用价值的这样的这个成果, 那么他特别强调的是, 把人以及这个专家的群体的这个经验, 和数据计算机的技术, 以及底层的这个实时控制的这些方法呢, 能够进行有机的结合, 那么实现了从这个综合集成定性认识, 到整体定量方法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方法, 那么这个方法呢, 为研究这个智能系统, 应该说开辟了一条这个非常有特色的途径, 所以我们也是非常自豪, 就是说我们中国的科学家, 像这个钱学森大师, 能够把这个各个学科的智慧, 特别是把这个关于社会科学的, 和这个专家的经验, 怎么样能够跟这个定量分析相结合, 这实际上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我们如果仔细想一下, 我们这个整个的社会的稳定啊, 包括我们的城市, 生态, 以及很多的这个涉及到这个国际民生的这个领域, 以及经济问题里边, 那么它里边的控制的目标, 和这个相关的控制的措施, 实际上都会涉及到很多的社会科学里边, 人文的这个影响, 那么怎么样把这些东西描述出来, 并且结合在一起, 做一个能够质量更高, 然后这个能够这个规模更大的, 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分析, 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任务, 那么我很高兴的, 就是说在前老的带领之下, 特别是在比如说军工的领域, 航天比如说, 那么已经形成了非常系统化的这样的应用的方法, 特别是从顶层的定量, 到底层的这个定性定量结合, 那么都是这个有很多研究成果, 在这里是时间所限的, 我们就不仔细介绍了, 那么我们可以说呢, 今天的控制理论已经成为一门理论严谨, 内容丰富, 分支众多, 发展迅速, 应用广泛的科学领域, 所以大家这个, 我们在学习这个, 现在控制理论的时候呢, 我们有这样一个大的背景, 应该把思路放宽一些, 就是我们现在在这门课里头, 学到的这部分知识点, 实际上它的应用领域是非常宽的, 大家可以认真学习, 然后结合我们各自的学科的背景, 那么仔细思考一下, 就是说在我这个学科里边, 到底哪些问题, 应该是用控制的方法, 特别是我们进行分析定量的描述, 然后这个分析, 还有它的控制的综合, 钱人森曾经从这个生产力, 特别是从技术革命的进程, 分析了控制理论的这个产生和发展, 他强调, 我们可以毫不含糊地说, 从科学理论的角度来看,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三大伟纪, 是相对论, 量子论和控制论, 这个已经把这个控制论的地位, 我觉得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 也许成为这个三项科学革命, 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三大飞跃, 特别是我们看到这个控制论的特点在于, 它不但要分析和认识我们这个控制对象, 那么还要想办法怎么样找出措施, 来对这样的系统加以改造, 也就是一个不光是个认识论, 还是一个这个改造世界的过程, 那么我们在这儿呢, 作为一个序论的话, 简单地介绍一下, 在我们这门课里头涉及到的, 现代控制理论的主要内容, 当然呢, 我们这个课里头讲到的只是最基础的部分, 那么还有一些扩展的内容呢, 实际上大家可以在我们提供的参考书, 还有这个讲义里面自学部分呢, 都能够看到, 现代控制理论呢, 它是研究系统的状态分析和综合的理论, 一句话, 那么包括的主要内容呢, 有这个线性控制系统的一般理论, 那么是最为成熟的, 然后包括这个系统辨识, 就是怎么样来建立模型的这个过程, 那么这里边呢, 它有这个,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辨识问题呢, 在这里边啊, 大家可以看, 我们是根据已知的输入, 和可以测量的输出, 然后我们来估计系统的这个内部的这个数学模型, 也就是Y和U的中间怎么样联系起来的定量的方法, 这称为动态系统的辨识问题, 那么当模型结构给定的时候呢, 实际上我们就把这个辨识问题转化成参数估计问题, 那么还有呢, 这个控制理论里边, 还有最优控制, 或者叫最佳控制问题, 这里边呢, 是我们根据一个我们选取这个输入函数啊, 我们设计输入函数, 让它的状态变量和这个输出变量的组合呢, 能够去优化这个目标函数, 当然这里边呢, 我们要把我们选取的控制呢, 加以约数, 就像我前边刚才提到的地方, 就是我们比如说在航天当中, 我们的燃料非常贵, 这个时候你的控制是有代价的, 我们把这个状态, 包括输出和这个输入, 那么它的这个综合来考虑它的代价, 那么我们希望状态的偏差, 离我们理想的状态越小越好, 但是我们的控制呢, 这个U的幅度, 也就是我们这个控制代价呢, 我们也希望它越小越好,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可以写成这样的一个目标函数啊, 我们在这个课程会提到一些典型的这个控制目标函数, 那么收空系统呢, 它实际上由于本身是一个动态过程, 有个物理定律啊, 这个自然规律约束, 那么它一般可以写成这样的一个动态方程的形式, 那我们就是在给定这个系统的运动过程的约束条件, 也就是它的这个状态方程的约束下, 我们怎么选取这个输入的控制变量, 让这个控制又经济, 我们的最终误差又小, 让这个目标达到最小, 那么这个就称为最优控制问题,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 就是说这个具体形式的话, 我们可以有二次型函数来刻画, 这样一个这个中了的条件, 加上这个积分的一个过程的约束, 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特别的给它个名次, 叫线性二次型最优控制问题, 在这个解决最优控制问题当中呢, 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主要的这个第二代控制理论, 两个大的理论方法呢, 一个是庞德里亚金的最大值原理, 一个是贝尔曼的动态规法方法, 这是解决这类这个最优控制的最基本的方法, 那么还有最优滤波, 像我们提到的卡尔曼滤波理论, 也是这个现代控制理论研究的内容, 当然由于学识所限, 我们这儿这个课里头呢, 不会深入的去讲解, 但是我们提供了相应的材料, 大家可以自学, 那么这个滤波呢, 实际上也称为这个最优估计, 它这里边呢, 是如何从带有随机干扰的这样的这个输入和输出来推测状态变量的情况, 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GPS的定位原理就是这样, 我们从卫星当中接收的信号, 实际上由于大气的影响, 或者说我们这个检测精度的影响, 它总是带有一定误差的, 就是我们的这个测量的信号啊, 这个Y是我们可以测量的, 那么它这个误差呢, 可能对我们直接估计的话产生影响, 但是如果我们累积的不断的迭代运行, 那么利用这个卡曼绿波的理论呢,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渐进的最优估计, 使得呢我们平均来说, 我们估计的方差最小, 也就达到了最优估计, 那么应该说上述的这些主要内容, 也都是这个现代控制理论里头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们这个课里边呢, 会选择其中最最基础的一些概念来讲解, 那么还有当然它的发展呢, 总是在进步, 那么像随机自由控制, 自适应控制, 分布参数系统, 非线性控制理论, 多变量这个反馈控制的现代品运方法, 容错, 鲁棒, HU穷等等, 这都是在近些年来, 不断的发展的这个现代控制理论内容, 我们这个课里头讲解的主要的知识点呢, 包括四个模块, 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 首先要介绍现代控制理论它的数学模型, 也就是其中的状态空间表达式, 就是我们怎么从数学上描述一个控制对象, 第二部分呢, 我们要对线性定常系统的状态方程呢, 进行求解, 也就是说呢, 我们对这个数学模型来展开分析, 那么了解这个动态系统, 它的内部演化的过程, 受到初始条件和输入信号的怎么样一个影响, 以及这个发展的趋势, 那么第三章呢, 我们要介绍这个现代控制理论, 状态变量方法的一个最最重要的, 能控性和能关性的概念, 在此基础上我们会再介绍线性定常系统的综合理论和方法, 那么这就是我们在这门课里头会跟大家一起来, 在课堂上我们认真的一起来学习, 并且打开一个坚实的基础, 为我们了解整个这个现代控制理论它的全貌, 将来了解它更新的分支打下基础, 也是像我们说的这个大系统理论和智能控制这些理论方法的一个基石, 那么所以呢, 我希望我们大家呢一起能够非常热情的, 我们非常认真的来共同完成这部分内容的学习, 也相信大家, 如果你有很好的这个经典控制理论的基础, 那么学习这部分呢, 当我们能够一起把新的概念搞清楚的时候呢, 也能够取得很好的结果, 这样为我们完整地了解这个控制理论的全貌呢, 能够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 这里边呢会除了我们在这个教学大纲里头指出来的这个参考文献外呢, 大家还可以看这个一些其他的这里面列出来的这个参考文献, 有些是英文版的, 那么有些是有中文那个翻译的, 应该说呢这些教材都是, 也都是使用非常广泛, 而且从不同的角度各有侧重的来, 要么在理论系统上非常完善, 要么是在工程应用上很有特色, 那么我希望大家呢在学习过程当中呢, 也可以利用这些参考资料, 好, 那我们关于这个课程的一个大概的一个介绍, 序论呢就介绍到这里, 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